我们刚刚台南出现了一个娃娃机大道 这气道本身他就是一个台主 他还把万能钥匙轻易地打开机台 偷别人里面的公仔 由于偷了大概是50座机台 当然会引来其他台主的注意 后来店家把这个监视器画面给放上网路 台主也公布了窃贼的各资 包括他的名字 地址跟车牌号码 要大家不要收他的账户 警方后来呢找到了这窃贼将他移送发败 娃娃机店的监视器画面 这名男子头戴全罩式安全帽 走进店内轻而易举把机台打开 然后窃取里面的所有商品 这座机台偷完再换下一座机台 原来窃贼自己也是娃娃机台的台主 有一把万能钥匙 才可以轻易地打开机台 男子狂扫了大约50座机台 主要窃取的商品清一色是金正公仔 在销往黑市卖钱 获取不法利益 窃贼嚣张的行径迎来台主的不满 由于是惯犯 店家把监视器画面PO网 台主还把他的姓名 地址 车牌号码全都公布 更要大家不要收他的账物 而且尽量这位窃贼给他一拳 以消心头之恨 警方在接获报案以后 前往他的住处逮人 男子坦诚到娃娃机店行窃 至于万能钥匙怎么来的 以及嚣张的管道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又叫姚文华探查报道